北農爆发群聚感染累计确诊人数54人 23号早上台北市长柯文哲前往视察 表示会尽快让市场工作者接种疫苗增加保护力 而受到疫情影响 进场交易的成销人也较平日减少三成 北農也趁机辅导成销人采用预约制交易减少进场人数 一整四天去五天 他不开休眠的时候他就没来这买火了 所以我们的轮流本身就减掉了 一天就减了三人一个人 因为我们这里算是很严格 现在礼拜的时候你如果没准备几天你会也买不到 这是他们最重要的地方 你如果没准备到这里的几天 管车如果不好洗你在买火你买不到 他拍完买不买你了 只有这一期到二期都都收到 每一天已经收到国外去了 北市府表示目前北農与相关批发市场疫情人数稳定 将确实做好分舱分流拉大工作距离 鼓励现场工作者尽速做完快篩 并接种疫苗增加保护力 以维持批发市场的稳定 记者林熙慧台北报导 再次继续工程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ف护力